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丰盛老师 很高兴能够在盘后时间 跟全国的投资大众讲解操作台湾股票 你要怎么样布局才能够大获全胜 各位这是一个未来性的节目 所以说节目上充满了很多预测性的东西 投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拿笔根子 把它抄下来后面印证看看 看看蔡老师是不是跟其他的分析同业 真的很彻底的不同 其他的同业不是在跟你讲过去 是就是一昧的带领你去追高 因为他希望隔天还有更高 所以他希望你的一个个股 最好是市价买上去 最好去所涨停板 让他节目上讲的意气风发 但是蔡老师不是 蔡老师真正关系到 全国散户投资朋友你身上的荷包 你今天能够拿出资金来操作台湾股票 你就应该找一个最稳健 最够专业的老师来跟随 不然的话各位 天天大盘涨100点也轮不到你赚钱 各位你知道吗 蔡老师的节目为什么是预测性的 来各位今天礼拜一大盘涨了111点 我们赶快倒带一下 倒带啊不是唱歌啊 上礼拜是大盘是怎样 跌了110点来各位 倒带一下上礼拜是7月5号 大盘开低震荡走低跌了136点 各位对不对 收盘跌了110点 我当时跟你讲什么 我当时跟你讲迹象出来了 你也想说老师你 你是不是头壳坏掉 大盘跌100多点 你跟我讲说多方反弹的迹象来了 我怎么听得下去 对吗 所以说你是散户吗 各位啊 听清楚了没 散户都是见涨缩涨 间谍缩涟 就像大部分的同业一样 上礼拜是我怎么讲的 7月5号 上礼拜四的三大法人还卖了70亿 但是我跟你讲破底庄位修理福尔 散户恐慌多头萌芽 对不对 我跟你讲什么 去杀这几只股票 我就看到讯号了 哪几只 木德嘛 3563的木德 因为总经理理职讲一大堆 结果公司派今天礼拜一啊 很气的发生明稿 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一个好股票从500块跌到360块 还不发生明稿 市场上假消息 假新闻那么多 各位啊 所以你今天你要判断什么 蔡老师上礼拜 完整的五天都跟你讲 索罗斯说的嘛 近代的经济史都充满了谎言啊 跟假象 你要去解决他嘛 你要去看出哪边是假的 你才能赚到钱嘛 不然整段的经济史 你去看一下每天多少个杂七杂八的消息 各位你懂吗 木德 上礼拜四大跌 跌停嘛 昂宝也一样嘛 这一些啊 好股票的大跌让我知道啊 这个盘啊 快要大盘盘了 聚机 各位对不对 结果上礼拜五出现什么事来各位 7月6号礼拜五 开低最低跌的88点 尾盘果然收小跌跌3点 这样做收 跟蔡老师的预测一模一样 那我上礼拜五包括六日你看重播 你看到蔡老师跟你讲什么来各位 我只讲十个字来 7月6号礼拜五的收盘收在10608 我讲什么 亚洲大反弹 台股回继线 当时的K线还是收黑 还是大跌 各位对不对 最低打到10523 各位有没有 你会去讲说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 我礼拜五跟你剖析了很多层面 讲台积电 讲大力光 你看今天多少的分析师讲大力光 都在大气创新高 在讲大力光 蔡老师在低点 包括震荡的时候才跟你讲大力光 创新高我从不讲 你看重播就好 你看印证就好 蔡老师完整的都有什么证据给你看 所以我是不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你看一下上礼拜五 7月6号台币 我说三日内不创高开始 台币开始怎样 开始有扁回升了 三日内不扁值 往上是怎样扁值 往下是怎样升值 回到今天 你今天经过了礼拜六跟礼拜天 再加上礼拜五晚上的美盘 你看到了什么 不是说好7月6号中美贸易战多恐怖吗 恐怖吗 来 科技类股大涨了100多点 补掉当初向下的跳空缺口 补掉叫什么 多方逆转胜 各位对不对 第一个讯号 今天大盘涨了111点作收 开高直接震荡直接给你收高 这个没有破平盘代表什么 外资一定转卖为买 今天的新台币有没有升值 来 12点前升了1.11脚 各位 上礼拜五跟你讲的 头部出现了 因为不过高 今天直接向下跳空开始升值 开始反转 今天的K线来 各位 是不是回升季线 上礼拜五跟你讲什么 亚洲大反弹台股回季线 季线多少 10845 今天收盘收多少 10720再涨125点 蔡老师的印证又对了 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就是专业的呈现 没有第二句话 各位 我一直跟你讲 包括大盘 大涨的时候 我不给你碰轰 大跌的时候 我一直给你鼓励 为什么 因为专业永远不会背叛你 你叫蔡老师看到的是一个多方反转的讯号 你要叫我跟你讲空 我做不到 事实就如此 全部的迹象是这样 所以你要回到重点 你还是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那些做当冲的我就不讲话了 你能赚到钱 我祝福你 选好股好 选股股选好 赚短线 赚不断 赚不停 对不对 我说好股不怕运来磨吗 你大盘再回射不就是运吗 好股不怕运来磨 有几个老师能做到没有 为什么能够这样 专业不足 所以说就会忽上忽下 大跌的时候看空 大涨当然看多 各位 所以今天 今天有的老师可能陷入挣扎 到底这个盘是会上还是向 左上右上还是左下右下 搞不清楚 但是我刚刚告诉各位 你只要选好股不就好了吗 你没办法选好股 让蔡老师来帮你 带领你买好股票不就得了吗 各位 就这么简单吗 今天我跟你讲的2345的资邦 有没有再创新高97块半 你看今天多少盘中的老师 在帮我们抬教资邦 很好笑吧 超级好笑 资邦难道是今天刚涨了吗 看一下 资邦涨了多少 涨了两个礼拜 蔡老师每天讲 当初下跌的时候我也跟你讲 跌破季限我也跟你讲 我没有一天确战的各位 好股票就这样 好股不怕运来磨 你今天都不想要低档买进 你今天只想要高档的一个追进 那全部倒给你吧 好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今天讲一句话好了啦 你今天看到一大堆的一个技术分析派的一天到晚 再跟你抓高低点 他能够准多少 他能够准多少只啦 他能准多少只啦 各位啊 你今天想要投资朋友 你怎么会去跟上这种老师呢 你想一想巴菲特讲的一件事情 今天操作股票是要买合理价格啊 不是在找最高点跟最低点 你今天能够出在最高点跟买在最低点那叫运气不是实力 你今天看了一大堆技术指标那都是落后的一个线型去补上去的 然后那些老师在跟你催眠讲什么 建长桌上建的说点都在讲过去事 全台湾在上礼拜五能够跟你讲 这礼拜要大涨了也只有我蔡某人而已 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 你去想一想嘛 反正都YouTube可以找嘛 全部的袋子都放在YouTube你可以一个一个找 包括蔡老师生活圈也都可以看得到 蔡老师就是这么公开 我就跟你讲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7月1号当时跟你上股市周报给你推荐哪一档 107年7月1号刚开始非凡商业台股市周报 就跟你讲志邦 高阶交换期卖入旺季 然后五月营收 你再好的想一下7月份难道是今天开始涨吗 各位不对吧 今天才开始大涨而已啊 7月份每天都是盘叠啊 蔡老师来跟你讲的什么 我跟你讲的志邦来各位 每天都要加权 加权是不是每天都要 志邦呢 怎么办呢 蔡老师你是做手 你主力哦 2345 我过去 蔡老师你抬了起来 哇23字头这些老字号的公司 蔡老师你抬得起来 蔡老师不是在划股票的 我不是在划冷漏的啦 蔡老师拿专业带领会员朋友 靠本事赚股市的差价 我在那边也跟你讲 你今天看到了什么 你自己去看嘛 我完全都不用拨带子 你自己去看 我都剪下来了 是不是好股票 5G题材 智邦一涨 是不是全部都救起来啦 当初台湾股市在大跌100多点 我也跟你讲 智邦我们股票每天涨 各位 记者媒体 锦上天花 不会雪中送炭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记者媒体都是锦上天花 跟一般一样 见涨缩涨 见谍缩涟 乐 哥哥你这一大堆立空 希望你杀在最低点 就希望你再去追高 跟别的老师一模一样 我看了 我只是觉得说 散户投资朋友 在目前台湾股市环境 这么恶劣之下 你怎么有可能赚到钱 我真的不骗你 你今天看一大堆的报纸 在那边选标股 这都落后指标落后讯息 你怎么会贪到钱 你今天看到一大堆老师 好的时候 讲MOSFI 就背上天 飞龙在天 讲一下被动员 被动员这个根本的无杀 在那横盘震荡 也有办法讲到说 自己赚了很多钱 讲到了一个家联谊 明明蔡老师赚了六七成 也有办法说什么 中间进去之后 有办法赚到钱 全部都在吹牛 各位 我在那边问各位 你今天看了那么多吹牛的节目 你怎么有办法赚到钱 蔡老师八月一号 还要给你加节目 让那些下午在吹牛的老师 也没有会员能够追随 让那些下午的一个投资大众 没有明灯的能够找到蔡老师 各位 7月2号上礼拜一 5G题材6月营收 当时875收盘876 有看到吗 7月3号91上礼拜二 马上封喉 各位有没有看到 马上封喉不是搞艺术品的 真材实料马上印证 7月4号 智邦在新高915 然后押回来又怎样 我一样抢 各位 你要找的是这种老师 各位 智邦上礼拜三还88.6 我说再创新高 亮说你怎么好怕的 你的老师一天 看到黑偶又出在高点 带会员不是那么容易带的 也难怪为什么近期 那么多投资大众打电话来跟蔡老师 除了蔡老师的智邦 真的是在市场上造成炫风 为什么 5G题材竟然被蔡丰盛老师 在半个月前塑造出来 我一直跟你讲 我是领导潮流的老师 我不是在跟你追标股的老师 你看了那么多同月一天到晚 在跟你讲标股标股 大概每一个礼拜都可以赚 二三十支涨停板 这样你要相信 这样我也祝福你 各位啊 一个礼拜有办法创造 二三十支涨停板的老师 会出来当你的老师 那应该像蔡老师一样 十年前就退休了 为什么他这十年前还在鬼混 瞎混 还在混水摸鱼啊 各位啊 上礼拜四 收盘895才涨9毛钱 来 我讲什么话 外运十字星嘛 贸易战难道5G不玩了吗 AI 都假的啊 你没5G通通是假的啦 上礼拜五 智邦 来到96 哇 那蔡老师赚耶 台股走落 智邦独抢 今日创高 那我问各位 今日的加权指数大涨111点 蔡老师的智邦 有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啊 再创新高 97块半 各位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 今天蔡老师在半小时之后啊 45分钟之后 我又会参加股市现场的一个录影啊 我会讲更多5G的题材 包括有一些低档抄底的股票 我看到现阶段都有出现讯号啦 各位 好好把握啦 真的 能够领导创造潮流 题材的老师真的不多啦 我希望你能够找得到 不要一天到晚再去追股票啦 你没多少钱可以追啦 各位 成功绝对不是这样 成功要趋经过坎坎坷坷 包括你认为大盘1万点到1万2 也不是直接每天给你涨停板到1万2 未来也是这样 使命必达 所以我在那边告诉各位 结论是什么 你需要一个真正懂股票的老师来帮你 你现在所有的不愉快 一切都会过去了 只要你跟蔡老师联系 蔡老师会保护你 因为蔡老师就是散户的守护者 有守护者保护散户 散户在台股不用怕 包括还没加入 蔡老师生活圈的 赶快拿手机scan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到下一段更精彩的一言新邦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第一次看蔡老师的投资朋友可以赶快把手机打开 五合抗A要免费送给各位 让你免费加入蔡老师生活圈的优势 让你曾经可以掌握国际国内的财经药文 你中午可以收看蔡老师独家为你们录制的盘中影音 包括这个节目一言新邦以及未来 其他电视台的蔡老师的节目 你都可以选择来做一个收看 让你日日是好日 你可以直接扫描一下 在LINE里面scan一下QRcode就可以加入了 或者打LINEID at PF49 前面这5码at PF49就可以 甚至于说你加入好友也可以用 加入好友的官方账号 这一定要官方背书 官方合审过了 真的是公司行号 不是个人的私相授受 现在太多网路诈骗 都是个人的一个私人账号 各位一定要认清楚官方账号推荐 屏风大中华证券投顾 都是照步在走 不是偷鸡摸狗的 大盘的各位就回到了 各位叫你加入反恐特勤队 去报考警专跟警大 各位为国内的治安贡献一分心力 不对是要你反抗恐惧的心态 巴菲特说的股市大跌时 体质好的股票就是逢低潮底的时候 上礼拜为什么蔡老师会那么笃定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 大陆股市要大涨了 为什么蔡老师能够领先全市场 就知道大陆股市要大涨 这就是专业能力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说 为什么上礼拜大陆股市跌破2700点 为什么能够逆转 股市有太多的假象跟谎言 要获得财富要认清他这个假象 索罗斯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就是这样 所以说所有的人 大概只有蔡老师希望散户赚钱 主力大户包括公司派 包括所有的法人都希望散户 不要赚钱 因为散户不要赚钱 他才能赚到钱 他才可以去坑杀散户 所以说很多市场上很不合理的现象 比方来说他们可以随时出报告 然后弄一个目标价 比方来说这支股票 他们要炒作 他就可以50块说 我看到100块 其实这都违法 但是20几年来都这么搞 主管机关也都没有皮条 为什么外资法人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很多的散户投资朋友 就被迫追低 被迫什么 追高杀低 就是因为这些报告 包括大力光也一样 大力光上礼拜五 我就跟你讲架构完整 关键表态 这是上礼拜五讲的 背书 今天大力光创新高 4985 快上5000 4000高 85块 你一定想说老师 你之前讲的还更高 没错 总算你还我公道了 来各位 当初大力光在低点的时候 我怎么讲的 确定底部反转 两红包一A或者两阳包一鹰 各位对不对 蔡老师讲的 台股重挫 我给你推荐大力光 我说两阳包一鹰 确定抵挡的一个反转 标准的反转形态 有没有看到 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 大力光短底成型 各位对不对 持续讲 回档我也跟你讲 各位对不对 我后面跟你讲一个多少 五千两百块 你看到大力光这次跌到 四千三四千四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 蔡老师不是说 五千两百块 来各位 现阶段大力光来了 四千九百八十五 快一点 搞不好明天 因为明天听说 国安基金要开会 各位不是国安感冒糖浆 是国安基金 第一次遇到这种 一万六七八百点 竟然国安基金 要开会了 各位这不就代表 政策极了 散户你应该热了 几乎全世界的政府 没有像我们台湾政府这样 一定要做多的 各位 所以我在那边告诉 你们真的很幸运 专业操盘 获利必然 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政策面 在这一次拉到季线 甚至于说后面再创新高 那你想一想 这一波的一个震荡 是谁在带领你乱喊一大堆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杂七杂八的一个消息 那都是假象 那都是你的敌人 各位对不对 鸿海也一样持续弱势 这蔡老师都跟你讲了 不用说 台积电上礼拜五的短底 也是我跟你讲 各位217 今天开始填席 对 不对 我跟你讲干嘛 检测设备厂世贸 营收是不是很棒 单纪历史新高 又是月增又是季增 自茂 全新也一样 今天一日就填洗了 全新 F4新一样手机线最强的 再加上蔡老师跟你讲的 5G题材的龙头 既然智邦都在动了 你就可以开始去挑 挑光纤的 挑小型机梯台的 挑相关的一个什么 一个网路的一个什么 一个无线区域网路的 一个设备的等等 你都去挑 因为5G这个大题材 后面可能正侧面 因为国家队都组成了 后面砸的是砸大钱 所以这些股价是爆发的一个什么 一个成长空间 我今天跟你讲 不是说蔡老师没有出现这个趋势 我已经创造了将近一个月 5G题材的趋势了 包括智邦 对不对 各位对不对 整段的一个行情都已经来让你看到了 同时间的大盘是这样 我跟你讲的智邦是这样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不敢买智邦 那不成立吧 2345 各位难道不是吗 那我现阶段还看到一档股票 我觉得很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一直利空在打压 这档个股是老字号35年的老公司 什么股票 4903的联光通股本9亿 我这样跟你讲 不是叫你你随便盲目的买进 你要有蔡老师的一个讯息 蔡老师为什么很有兴趣 因为市场上打压他的利空太多了 而他明明今年度就已经新经营同位进来 结束了前两年 买拉斯所谓的一个亏损的局面 第一季就已经转亏为盈了 后面还有师母跟CV 还有一些国际大厂的合作案 所以说我这边才会跟你讲 这种相对性的一个低点 配合5G题材 又是光签的一个什么一个重点 再加上各位可能不知道 桃园市的绿线捷运 在上礼拜四7月5号已经签约了 7年要花962亿 西门子团队 你没看错 我为什么讲西门子团队 4903西门子团队的光签 这一部分就是给连光通去做 100多亿分7年了各位 政府标案 所以说我在这边就是会给你介绍这么多 完全很正面的一个讯息 我绝对不会去落井下石 我也希望各位你不要犯了那种追高杀低 你今天要的就是蔡老师这样的讯息 带领你买隐藏的大明星 如果你跟错老师的话 赶快弃暗投明 如果你做错方向赶快迷途直返 甚至于你有别的老师错误的会期 蔡老师来奖励你带枪投靠 我来吸收你部分的会期 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蔡老师 给你推荐的大黑马股 就像翅膀一样 因为唯有抓住标股才能累积财富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好好的一个把握蔡老师 跟别的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8月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平面媒体 或者别的一个电视台 看到蔡老师的节目 你可以看到蔡老师这么专业的节目 越来越多投资大众的一个跟随 因为专业操盘获利必然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在目前专业的时代 你唯有提升专业或者获得专业的讯息 你才有可能赚到钱 从上礼拜看到现在 不要说你还看不清楚 没加入的 赶快QR Code 扫描一下 抓住标股 累积财富 让蔡老师明天来帮你创造财富 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赞加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